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分的那种感情也好 状态也好 都是比较往里收的 比较温柔的那种 但我本人是属于那种非常直接型的那种女生 我会打直球的 但李云丝不一定会 就像李云丝这种角色的性格其实挺陶巧的 因为她是没有攻击性的一种女生形象 所以相对来说 她又会让男人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有很温柔 很温暖的感觉 每一场戏让您印象最深刻 洗完澡出来的戏 真的 就一个狭小的空间上挤了好多人 然后又放烟啊 又要转啊 又要湿透全身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戏 所以对我而言是 我觉得挑战挺大的 因为它其实是给玩家发糖的这么一个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一样的喜爱李云丝 因为李云丝是一个温暖你 帮助你 包容你 关怀你的好姐姐 有一天就是跟我演故意的那个男主角 他有一场就是要跑到我面前 把衣服拉开的这么一场戏 据说可能会照到他一点点就是皮肤这样的 他马上就说 等一下 他跑到边上去做了好多俯卧撑 各种推 这就感觉到姐姐我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一点线条了 我就觉得好可爱这种行为就是 但还是对待这件事情它是很看重 很认真的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游戏吧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觉得呢 我们这部剧的看点啊 就是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而且呢 六种不同的女生出现在面前 你又会选谁呢 是不是很惊喜 所以呢 推荐大家来看我们这部剧 回到我家围里头 看着花 在台中开 至 numbers 每一个 centr där 要不要睁眼呢 我会抱卧底的 倒过看什么呢 们呢一下这个 我认为中国盖宠 upbringing 这都有团伙的 检业到逢 близ 送付出了 爱情 现在不加了 能不能结婚 不错 你开心 把所有不好的回说着女孩 这样 我在闭闭那个时间 你好好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